HELLO 大家好,我是 Ray Ma 今次評測的主角 LG G5 S7 與 S7 Edge 都用了一段較長時間 S7 Edge 足足用了兩個月,S7 的分別不大,G5 都用了幾個星期 硬件軟件各方面都絕對有深體會 是時候比拼,和大家分享下我對三號機有甚麼看法 希望幫到正在考慮入手新機又未有定論的你 基本上各自獨立心入評測,已遇上大部份細節 所以今集影片的重點是它們的分別 而不是再細節功能說多一次 5.1 吋螢幕的 S7 當然是最細部 反而 5.5 吋螢幕的 S7 Edge 比 5.3 吋螢幕的 G5 還要炸 整體 G5 的機身長闊數字與 S7 Edge 相約 都是 1mm 左右的差距,厚度一樣是 7.7mm 但若你好著還要單手操作,S7 仍然是首選 喜歡新鮮感、科技感、雙曲面螢幕設計 S7 Edge 絕對入手無誤 三號機內,S7 Edge 比較有精品感 G5 則是工業化、男性化及實用型 亦有創新的模組化設計 但說到設計風格,審美標準每人都不同 上手質感,雙玻璃面加金屬邊框 明顯比起 7 料金屬機身好,尤其是冷冰感 加上支援 IP68 防塵防水 內建較大 3000mAh 或 S7 Edge 的 3600mAh 電池 還有無線充電,設計上唯一可挑剔的 只是玻璃面比較容易貼紙紋 G5 則完全不需要擔心這問題,點磨點磨都可以 模組化設計亦有優勢,例如可以換電 或透過最不同模組加入新功能 包括早前評測過的 Hi-Fi Deck 及相機模組 正面頂部的弧形設計,講電話亦更舒服自然 還有明顯比較快的指紋解鎖 S7 要按一下主要鍵才開始掃描 G5 是 Touch 便直接自動解鎖 下一個要深入比拼的部分是相機 看成像質素前要先講手動模式 G5 還有手動拍照模式,但 S7 Edge 的手動模式更進一步 手動對焦時,Fieldfinder 會自動放大 對於準確地拿捏對焦點有很大幫助 尤其是畫面複雜時,很大信心 重點是手動設定可以在拍片模式使用 手動對焦,色溫,曝光靜,ISO 等 LG3 聽到曾經有更豐富的手動模式 但G5 則沒有了,現在畫面正看的影片出自 S7 Edge LG3 看成像質素 LG3 跟上次終極對決的結論一樣,S7 Edge 的野拍最出色 亦有比較廣闊的Dynamic Range G5 則有完全沒有對手的135 度廣角 日常用或去旅行,實用性不用說 我們都看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過不少實拍,是時候比拼效能 一貫做開 Apps 速度測試,所有手機執行同一個 App List,所以是公平的 一共進行兩個回合,第一回合可以看順效能開 Apps 速度 第二回合就看 RAM 管理 結果都很特別,LG G5 S7 和 S7 Edge 的表現幾乎一樣 都代表 Snapdragon 820 和 Exynos 890 常用的速度 分別不太大,並非考慮入手機的主因 上次的地方還有 Always On Display Samsung 和 LG 同一時間加入這個功能 不過 S7 Edge 有較多設定,例如時鐘設計、背景圖案等 G5 只可選擇顯示時間或輸入的簡短訊息 另外 G5 的 IPS 螢幕是背光式 LCD 技術 避免用太多電,就是保持螢幕亮度低 S7 的 Super AMOLED 螢幕只穿起有顯示的像素點 分別是 S7 可以無時無刻,陽光直射下都清楚看到時間 G5 則比較難 Samsung 的多工軟件都要再贊 Multi Windows 和 Floated Windows 支援大量第三方 Apps 以及可以一起執行,相反 G5 則是瘦身路線 新版的 LG UX 反而少了 Multi Window 等功能 App Drawer 則可以透過更新 Launcher 選擇開啟 但 G5 或是 2016 上半年唯一還有紅外線發射器的主流旗艦手機 到螢幕,S7 、S7 Edge 的 Super AMOLED 螢幕比較鮮 對比度比較高,傾側完全沒有漏光,和黑色是全黑 戶外使用的光亮度明顯較高,陽光直射用都完全沒有問題 G5 的 IPS Quantum 螢幕,顏色比較平淡或寫實 對比度和傾側漏光的表現,都是 IPS 中比較好的表現 只是說到音源輸出,暫時上過手,音質最好的手機一定是加上 HiFi Deck 的 G5 推力大增,聲場廣闊,低音出來,層次分明 沒有加上 HiFi Deck 的話,S7 Edge 的推力較大,以及有較多設定 最後電池續航力測試,最意外的是 S7 和 S7 Edge 的表現居然近 介乎 Note 5 和 S7 Edge 之間,同樣是 Exynos 版本 G5 都有中常表現,屬於 IPS 螢幕的手機最頂級表現 但並非 Samsung CPU 和 Samsung 螢幕的對手 但有新 Type-C 插頭和 Quick Charge 3.0 所以如果覺得 S7 Edge 的外觀較正常,精緻,精品一點,入手無誤 因為還有更好的低光拍攝,更長的電池續航力,更好的螢幕 以及更豐富的多工軟件 相反,如果抗拒雙玻璃面設計及黏紙紋的問題 而又接受到 G5 的機背設計,G5 也是一部好機 尤其是廣角相機,絕對一流 亦有較快的指紋解鎖和模組化設計 大概就是這樣,希望影片能幫助大家在三部機內,選擇到心頭號 以及不要忘記訂閱訂閱頻道,有更多不同影片看 亦歡迎大家跳播右邊的三條影片 下次再見